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当现在台湾从上到下全身戒备 我们要因应这个 康瑞台风席台的时候 你知道全世界也在提高警觉 也在全身戒备 戒备什么 因为有一个大的飓风 现在可能会席卷整个世界 这个飓风就是川普飓风 我们看到川普即将当选 这个可能被谈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东北亚的情势 做了一个改变 你看到了中东的情势在改变 你看到了俄乌的情势在改变 而中间最谨慎的 最觉得害怕的就是中国 就是习近平 现在你引然感觉到说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 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最具体而为就是 他们现在要发十兆的国战 从政经济 我们知道 以前习近平是反对这样的作为 以前台阶曾经批评 温家宝这样救世是不对的 可是他现在四千亿不够 我要再增加到十兆 十兆现在下来 他怎么讲呢 如果川普在下周美国总统大选 胜出该方案的规模 搞不好还会增加 也就是不是十兆 还往十兆往上翻 往十兆往上翻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政府担心 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他提出对中国输美的产品 加增关税的计划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 而且不止如此 中国内部的权力 也因为这样子 感觉上出现了松动 我们讲 最近不是说讲习核心 习体制 习思想吗 现在整个中国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根本就已经定义一尊 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 可是在这一段话里面 他非常微妙的提到说 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要严格执行民主其中制 要这个所谓的 让推促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前一段时间 谁敢讲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现在领导干部 只有一个习近平说了算 难道现在连习近平 自己的大权都有可能旁落吗 所以事实上 刚才讲到的 你是中国问题专家 你过去 硕士论文就写中国这次研究的 真的川普上台之后 真的震动了整个全世界 震动了全世界之后 圣洋竟然在中国 对 台湾要准备迎接抗瑞台风 但是全世界要迎接什么 川普风暴 而且这个风暴是超级强烈台风 川普风暴 而且现在吹得怎么样 你看俄罗斯这个普丁跟竞争 两个赶紧抱在一起 因为他们要一起取暖 另外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杀红的言 他趁这个时候赶快狂杀 那你看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目前为止 广基良 然后这个 这个足高抢谁 中国大陆 因为什么 现在习近平或是中国 可能会被川普风暴 吹得最惨 所以现在连 不只是他们现在准备要砸 砸钱救世 甚至可能连中国的 这个领导班子 都会因为川普上台之后 恐怕会出现前所未见的这个变化 好 我不要讲到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而这个微妙的变化在哪里 在温家宝居然出来了 我们在一层一谈会就是 在整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有两个月的时间消失 两个月时间消失 对他的身体有很多的传言 后来他出来了 出来后那是谣言吗 好不对 他很多的东西都放软了 他对印度放软了 对菲律宾放软了 对澳洲放软了 甚至他对日本也放软了 在放软之后 他现在很多不会做的事情 他开始做了 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旧事 拯救股市的作为 好 现在来了 涉事10月1号 中国国庆在那个大圆桌上面 他竟然一边坐着李瑞环 一边坐着温家宝 他何时这样看中温家宝 就发现温家宝回来了 温家宝回来没有多久 他过去重要的测试 居然讲中国应该大量的举债 大量的举债 大量的旧事 这是过去温家宝的策略 这是习近平以前不屑的措施 可没有想到 到了10月29号 路透社居然报道了 所以是从温家宝的出现 到温家宝幕僚的发言 到现在 对 这个代表 整个团派回来了 整个改革开放派回来了 整个旧事派回来了 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的基础松动了 没错 上今天路透社有个消息 就是中国考虑 增加10兆的负债 债务来统振这个经济 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因为川普如果当选之下 中国可能怕会面临到 这个加关税科技战 中国也自感不妙 所以他们准备要弄10兆出来 而且他要说 如果真的状况不佳后 可能规模会比10兆还要更多 规模还更大 对 那你看 为什么这个会引起注意呢 保安 主要是这样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 对这种所谓的刺激经济 他是吃之以鼻的 他是不要这样措施 他是反对的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从今年的国庆日前后来说 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氛围 国庆日之前 中国是先丢出了 8000亿人民币的 这个左右的这个 这个救赎方案 然后紧接下来 国庆日前一晚的时候 那个晚会里面 温家宝就出现 对 温家宝出来了 对 所以这样 这要 你要联合来看 先有8000亿 紧接的是温家宝出来 紧接下来是温家宝的智囊说 我们要有10兆人民币的 这个刺激发展 结果今天就出现 10兆人民币 所以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温家宝至少 他在中国大陆 说经济的分量 已经变得非常重了 所以你说 以前以温家宝 这种团派的声音 团派的力量 是被头衔闪置的 是被丢到墙角的 现在这个 被丢到墙角的声音 对 回到党中央了 好 我先跟他讲 事实上是目前为止 在习近平时代里面 主导经济发展的是何立峰 何立峰是他的这个muchy 可是问题是 现在美国很多外资 看到何立峰说 你根本就对外国不了解 对国际经济不了解 所以对他是吃之一笔 很多外商外资 都不愿意跟他沟通 所以现在你需要一个 懂得外国姿态的人来出来 谁最懂 当然就是温家宝 难怪华尔街日报特别讲 习近平怎么会用 何立峰照的人 第一个 他没有国外的背景 第二个就是 他连外文都不讲不好 你一个没有国外背景 你没有国际金融的尝试 另外你连语文沟通都有问题的人 怎么可能代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 来处理你的财经事务呢 而且保险 为什么温家宝很重要呢 事实上在李克强过世之后 人家就认为说改革派已经没有任何重点 所以当时不是人家就说 习近平好像很稳了吗 可他没有料想到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温家宝 因为温家宝代表的就是改革开放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曾经怎样 他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帮习近平上台 他是有功于习近平 他当时斗走了薄熙来 他甚至还说什么 文革不能够再复辟 所以他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 所以他特别想到文革不能复辟 是冲着薄熙来而来的 他是直接跳到台面上跟薄熙来对干的 所以他是有恩于习近平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现在重新出来的时候 保险那个味道完全不同了 好另外一个 就是为什么他事实说就是呢 我跟他讲中国经济真的不太妙 第一个你看 中国前一阵子八千亿是要具有什么 要具有房市 可是你知道目前为止 中国未出售的房市的总库存 高达九十三兆人民币 九十三兆人民币 对这个是相当大规模 卖不掉的 对很大 这是中国 他有一个比喻非常有意思 这是全中国不能够出售库存的 这个土地这么多 那这是伦敦的面积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曼哈顿的面积是这样 你就知道说中国 没办法卖出的土地跟资产的规模 到底是多么庞大 所以中国不能卖掉的土地 比伦敦加曼哈顿还来得到 对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目前为止 整个债务也不断地在攀升 它的地方债务 政府无债 完全都没办法解决 虽然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了 这个习近平本身的权位 就受到影响 而且如果说今天只是说 我要发行所谓的十兆人民币 十兆的东西我要来救市 你可能觉得那只是经济问题 对于习近平的权力 习近平的江山还没有办法撼动 但是我们要再看到了 居然在这个时刻就出来了 刚才讲到10月29号 早上8点31分 是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面 非常明确指出的 是从你说特别 你一看就看到这几句话了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你说这个东西是惊天动地的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中国大陆有一句话 就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能上能下这件事情 保洁 每一次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知道吗 都在政权要轮替 譬如说在之前的这个二十大之前 他就出现这句话 这句话就意思是说 有些人该下来嘛 所以之前就有些什么 韩正就下来嘛 换上西班子 可是问题是你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这句话 现在没有权力交替的状况啊 所以这就相当引人注意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还有前面这句 其实比较有意思 推进 什么叫推进 为什么要推进 因为现在还没有能上能下 因为没有嘛 好 那要怎么能上能下 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 不是习近平说的算 表示不是习近平方式的能上能下 是要有人要推进能上能下 所以这两个推进的字 就觉得不太一样的这个字啊 这只有你们学中国政策 才会这么吹毛求知 如果是习近平的话 他不需要推进 他就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那到底谁要推进 习近平不需要推进你知道吗 主持是谁 对 习近平不需要 习近平他就是在 这个进行能上能下 推进的人表示是 没办法做到的人 所以这非常有意思 到底是谁放出 这样的讯息出来 所以你要讲这两个字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意味就不太一样 那你要搭配最近起的 包括说温家宝的势力起来 李强的势力起来 然后包括说像胡春华势力都起来了 胡春华也起来了 对 他到内蒙古去也没事啊 回来还是这样的 没有问题啊 高规格的接待他 过去是不行的 那包括张又霞 全部都起来 你会看到好像 只有习近平自己位置在往下降 大家位置都往上升 那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会出现 所以说你看到了在财经这一块里面 温家宝的系统出来了 在这个军方的这一块里面 张又霞的系统出来了 甚至你看到在外交层次上面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包括中国跟越南 很清楚 现在这些国家 对待习近平的规格都降低了 对 你会发现到说 习近平的很多战然外交的人士都被换掉了 对 所以现在其实味道是不太一样 好 我们就讲嘛 实际上我们讲 我刚才不是说时序吗 是温家宝出现之后 贾康就是他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幕僚 他就说了 你看贾康称赠政府可以考虑发行 十多万亿的这个国债 刺激经济 他讲话时间点是在10月3号 10月3号 所以你看10月3号之后 今天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话 所以显见 所以10月1号 温家宝跟习近平两个人吃饭 对 同桌吃饭把酒言欢 10月3号的时候 当时温家宝非常重要的财经幕僚贾康 就怎么讲 他就说你应该发动所谓的 十兆国债的这个所谓的 就冲什么 拼经济 对 接下来 他就变成党的政策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显然 你从这个时序 你就知道温家宝的 至少在经济上面来说 他可以说是 说了算 好 那为什么我就说 而且他怎样讲 我要救的是就业 我要救的是消费 我要救的是基本的经济 对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险我跟他讲 事实上过去习近平是怎样说的 你知道吗 在2013年的时候 这是人民日报 当时习近平刚执政 导播我们看一模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 对当时习近平刚执政 他执政说什么 新增投资不会撒胡椒面 他的意思是表示什么 我们不会这样子乱撒 所以他认为说你看 因为政府干预过多 造成了投资效益不太高 还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加剧了产能过剩 所以他就不用这样说 他说当时事实上投资是应急 有些项目没有充分验证可行性 还是风险性 所以他是批评了一次 刚才讲的 事实上投资谁干的 温家宝干的 温家宝什么时候干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候干的 所以我如果直接点名 当时事实上投资是应急 有些项目没有充分论证的可行性 跟风险性 这个是冲着谁的 冲着温家宝的 可是你现在把谁请出来了 把温家宝请出来了 习近平不是只有讲一次 2013讲一次之后 2021要再讲一次 他又说你看 坚决不撒胡椒 所以坚决不撒胡椒 就是我们不会这样做啦 就你看他2013年讲一次 2021年讲一次 就是他现在这样做 那你就知道说 他事实上至少他在 经济上面的路线 是完全转变了 他过去坚决不做 他现在做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 要嘛就是他目前 这个经济权势已经旁落了 第二个就是川普的风暴太大 他真的完全吓到 他挡不住了 他必须要赶快先丢出实照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川普真的在改变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跟政治的这个风貌 好所以吴董 真的中国出大事了 中国出大大事了 刚刚讲你说 要把两件事情 一块来看 一块来看就是刚刚讲到的 你居然是这样的 先讲说温家宝出来了 温家宝出来以后 温家宝的幕僚说 你要大量的发行国债 你要来救世 接下来居然就变党的政策了 接下来就看到了 竟然中国自己党的文章讲 你现在的领导班子 是可上可下 今天那篇文章 是中央政治局的 十月份固定的会议 然后在会议里面 十月份固定会议 对 它原来的会议的标准 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在谈中央巡视组外面的 一些业务报告 就是一些套话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间冒出了这几个字 对 最什么 就是要民主 它要 它这个叫什么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要不断增强凝聚力 好 我现在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严格推进民主集中制 那现在是什么制 不是习几制吗 习尊嘛 这个习核心的制度 没有民主集中制嘛 民主集中制这个字眼 已经在几十年前用过都不用了嘛 对 不用 为什么 因为集中领导原来就是共产党的概念嘛 对 那这个集中领导最近十年 经过习近平的反贪腐之后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嘛 已经变成了习核心了嘛 也就是你讲的民主集中制 最体现的就是胡文体制 胡文体制就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 当胡文体制没有之后 早就没有民主集中制了 所以他现在重新把这几个字 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的会议纪录拿出来用的话 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了 然后要推动可上可下 那谁要可上可下 那谁 那这个很明显的就不是习近平主席的才势嘛 这个就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是习主席才势 他才是推动民主集中制干什么 他本身是独裁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有其他人发言 那发言的人代表谁啊 发言的人后面是谁啊 对 所以这个 今天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时候丢出来 因为马上在年底之前 就有一个会要开始 就是四中全会 那共产党的四中全会 大部分的时间呢 要讨论人事问题 人事一定会有变动 变动多大不知道 因为这个会是 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直接最敏感的 已经所谓的最高层的会议了 所以这个谁上谁下 这个对象跟目标 当然已经是高层嘛 绝对不是普通人了 这是一个我们的从这个结构 从这个经验上来看的话的解释 来解读这几个可能性 然后你再合并来看 他目前的这个国际环境 跟他国内环境的一个困难 跟变化在哪里 最重要的 今天的这个路透社的新闻出来了 他要因应是 特川普当选嘛 把川普当选放在路透社的 主稿里面 然后是由知情人士告知 那就是 而且已经定的就是说 中共要赶在最后的这个 11月4号到8号的人大 常委会的最后一天通过 十兆的救世计划 这个怎么会在路透社丢这个东西出来 换言之讲 那这个就是回应你刚才讲的 贾康的建议嘛 贾康是谁 贾康不会自己建议啊 温家宝的目标 温家宝叫他放风声嘛 然后这个是人大常委会已经定了这个时间 他敢写那么铁啊 最后一天要通过嘛 最后一天通过里面 然后加了一句话 他里面讲的 他说要把地方债务的 地方政府的隐形财务风险 全部把它掌握掉 那现在那就表示它很危险啊 对 他这十兆是目前这个 他定的这个规模嘛 其实他需要的东西啊 因为中共的经济的大问题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房地产嘛 房地产在他整个GDP的三分之一 死在那边不能动了吧 然后还有地方财务隐形风险嘛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中国还没有售出房地产库存的价金额 保守估计93兆 对 所以93兆你要救他嘛 救他的话 你就是要保交房是一个政策 保交房 你保交房的时候 老百姓会把房子 安全的领回家 然后开始缴贷款 那整个开始这部分开始活了 不会有资金卡在里面不能动 可是目前政府他们不敢动 对 他们很保守 那温家宝就是大胆提出来 第一个 我用的是温家宝提出来 就是食照计划 然后这个东西 它另外还有两个更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目前的中共的经济 是靠什么 靠外销 对 那外销的东西 它是叫做产能过 就是过度的剩余产能 结果川普要给你磕高关税 川普放给你 磕高关税 你没有机会靠外销 不是 搞死你的外销 你要搞内销 搞死你的外销 就是你要自己 你要有消费能力 美国要卖东西给你才对嘛 所以你要想要来 马中共的这个便宜的产品 要卖到美国去赚钱的时间 没有了嘛 他知道这个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这个 他目前是外销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 所以那外销以后 那能卖什么东西呢 外销东西是不是很可怕的东西啊 就是这些什么电动车这一类的东西啊 那个都是川普要打压的东西嘛 所以一定要躲过这一关啊 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经济的计划 不光是你刚才看到他 他现在讲的规模 那时照规模够不够 他说还会再增加 我觉得这很难讲 而且他这个时照的债务 是从国债是怎么来 来他因为国债很简单啊 我寄钞票 你要发行嘛 我要消化怎么消化 对 你要发行 他目前的方式 我看到有个新闻讲说 这是10月初的股市的新闻啊 他说你如果股票被套牢的话 你可以拿股票去换债券 与券转债 对 把股票换国债 国债然后去活化 怪力怪弃 因为他这个整个是一个 他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完全中央主导主控 所以温家宝来的好处 他的手法上来讲的话 就是尽量把它偏向于 所谓的市场自由化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不是共产党的概念 是温家宝他们在改革开放时候 摸了石头过河 所摸出来的东西 那所以跟传统的习近平呢 他们的传统共产党的思维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新人就会有温家宝主导的政策出现的话 当然对现在的领导的高层 权力的整个的布局来讲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冲突 好 所以提问 现在刚刚讲的 中国真的出现这种具体而为的 这种微妙吗 甚至最恐怖的是 他连军委会的这个权力 看起来都被削弱了 现在看起来张又霞的这个身世 开始如日中天了 对 其实对共产党来讲的话 这个钱袋子不算什么 真正重点在哪里 枪杆子 枪杆子只要掌握在党的手上来讲的话 其实什么都不用怕 但问题是习近平到底他枪杆子 是不是旁落在张又霞旁边了 其实现在大家都开始在猜测了 因为这个诡异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等一下你说 习近平现在连这个抓枪杆子 都没有抓牢了 是 为什么能这么讲呢 第一件事情 俄罗斯派了国防部长到北京去 那你知道以前是邵一谷去嘛 邵一谷的时候连习近平都见他了 这一次是谁 这一次叫做别洛乌索夫 这号人物是什么 从第一总理去监国防部长的 那地位还是比邵一谷还要更大 结果习近平没有办法见他 事实上也是张又霞见他 那习近平跑去哪里呢 结果你再看到 在解放军开了什么 全军的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当中 习近平只发了一个文章而已 结果在场主持的就是张又霞 这有不合理吗 这非常不合理 因为这件事情以前来讲的话 军委会主席要在场讲话的 结果他没有亲自讲话 只有发表文章 那由张又霞来取代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在主持这个所谓的 联合演续的时候 也是由张又霞来亲自主持 还有我们知道最近来讲 频繁调动北部战区 中部战区 南部战区司令 以及去年来讲的话 在调动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的政委 这些迹象 其实去年来讲 习近平刚整肃张又霞的人马 今年来讲的话 习近平拉拔了人马 就被整肃掉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的人马被整肃掉了 对 双方来斗来斗去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军方内部的 这个军情不稳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习近平整肃火箭军 你习近平整肃李尚福 魏凤河 那这些以前的跟张又霞 他们是一挂的啊 那现在来讲的话 张又霞的人马又回来 有些人就跑回来了 那到底是谁 那里面争取很多力量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在哪里 在8月29号 美国苏立文 不是跑到北京去吗 结果指定 指名说我要见张又霞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美国已经听太多了 内部好像有问题 那到底情况怎么样 是习近平大还是张又霞大 现在当然军委会主席 应该是比较大才对啊 结果他应 什么 因为张又霞亲自讲嘛 我是应你要求来跟你见面的 好了 见的时候呢 其实明居正有提到 明居正老师有提到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提到说 张又霞在见苏立文的时候 竟然去讲说 习近平呢 在去年呢 跟拜登见面啊 然后今年来讲的话 他们两个人会见面 大家说要搞清楚 你叫军委会副主席 你怎么有权利去讲习近平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算要讲 也是外事系统讲 怎么是由你军事系统在讲呢 这就是一个不寻常的讯号了 都越权了 越权了 那你把自己当老大了吗 是不是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张又霞不是跑到越来访问吗 对 结果呢 过了两天之后 中共的媒体才开始官宣 才发布新闻出来 本来是不想发布的 为什么 因为官宣的系统掌握在蔡奇手上 那蔡奇挡不住了 还是要发啊 但是发出来之后呢 结果呢 官方的中共媒体官方 写到什么东西 说张又霞代表习近平慰问苏林 苏林这边呢 代表这个所谓的越南共产党 慰问习近平 但是其实在越南共产党的 所有新闻稿当中 找不到这段话 没有习近平 没有习近平 他们从来没有慰问过 没有慰问习近平 他们慰问的时候 为什么在中共的官宣里面 会有慰问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面子 对 因为是蔡奇是习近平的人马 那你总要讲到习近平吧 不然习近平面子摆到哪里 所以诸如此相的 迹象来看的话 有人说 现在权力最大的就是张又霞了 那如果是权力最大张又霞的话 掌握枪杆子的 不就在他手上 那习近平怎么办呢 也有人提到说 这有点像什么东西 当初华国锋 被这个元老级的 大家推出来去斗 什么四人帮 斗完之后 再把换国中换掉 或说不一定 背后是不是有元老级的出来 先把张又霞往前推 去斗掉习近平之后 再把习近平拉下来之后 再把张又霞拉掉 这其实说不定 一连串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了 是中国血泪斑斑的斗争石 所以亏认 现在中国居然 出现这么多微妙的变化了 是 所以保洁哥 我们听到现在 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 包括枪杆子 已经不在习近平紧紧握牢 包括连笔杆子 习近平名字 要不要出现 都已经不是他能掌控 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 你看这是之前的报道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报道有一些 我们本来以为 只是正常地替换 后来发现不太对劲的原因 你说五大军区的司令员 换了三个 而这三个 都是习近平的嫡系人 对 原本这三个 都是他的嫡系人 其中大家最为知道的 就是军委 军委纪的一个副书记 陈国强 就是陈国强一倒台之后 他倒台下来之后 那好 那没关系 那你轮掉 你知道他被调去哪里吗 他变成国防科大的 一个校长 一个本来全景一时 结果现在变成国防科大的校长 所以从那时候在动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不太对劲 可能要动 后来发现包括连中区 跟南区的这个部分 也都动了 动了呢 换了谁 换了吴亚男 然后换了谁 换了这个叫做黄明 那现在大家讲说 那好 你动了之后 那你像王秀斌 原本的习近平人马去哪里 没有交代 竟然没有交代 没有安排 没有安排 所以他们就说 你动了张 你把张秀霞 张秀霞的人马扶上来没关系 但是你包括像王秀斌是可能是习近平的这个人马 掉去哪里就很重要 就发现他竟然没有安排 至今下落不明 所以大家就想到说 整个感觉上 这个军方好像已经没有很稳定了 在此同时呢 现在其实又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什么讯息呢 这两天 说中国有28大的民营企业 非常惊人 竟然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至少有九个集团 是瀕临所谓的破产跟倒闭的状况 这破产 这讲的有是谁 我们都知道这个孝建华 明天系的孝建华 还有安邦系的吴小慧 这些人 我跟你讲 他说这28大民营企业 他们手掌握的相关资产是 10兆人民币的资产 如果说有三分之一倒闭或破产 那至少有三兆已经偏偏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你知道 那时候习近平不是推吗 我打贪腐啊 我要速贪啊 我要国进民退啊 结果事实证明 金基姆在你手上 到最后也没有办法活下来 所以这些死的死滔滔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什么 吴小辉啊 孝建华 后面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太子党啊 水清无余啦 你现在要查贪腐 查到你整个中国经济 可能都要垮到一半 没贪腾了啦 没贪腾 而且呢 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吗 光是近一年从6月 今年6月往前算了一年 从这个地下汇兑 一家堆放了 让出去的钱有多少 2500多亿美金 这只是一年 过去这四五年来 我还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 在那一个COVID-19的那一年 竟然跑出去的金额有多少 有一兆美金 所以你这样子 其实在这个钱袋子 好像你以为你习近平 涨到钱袋子对不对 这个钱袋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都流血流光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他的钱袋子破洞 老鼠咬的 谁咬的 温家宝在2016年2011几年的时候 不是被你踢爆说什么 他的家族很贪 28亿美金都是他家族成员 那温家宝到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贪腐的投资就拿回来了 因为事实证明 太子党这种裙带的一个权贵资本主义 是有用的 当你中国 所以习近平只能投降了 对 当你中国把这个裙带资本主义 尤其权贵资本主义要剔除之后 发现你中国经济也跟着到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再找回来 虽然你寄生在我身体科 起码我们两个还共生共荣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包括军事方面 包括这个外交方面 还有包括这个经济方面 都同时出现这个转变 显见真的 不管说习近平会不会倒台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现在必须要跟这些老头子分权 如果你不分权共治 恐怕连你习近平的位置都没有了 因为现在江湖传言有两个场合 两个场合 第一个是在北戴河的场合 第二个是在三中全会的场合 习近平这些老头子 反正我就豁出去了 他说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接力赛的骂习近平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寻常 因为三中全会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你国家未来 经济 十年的经济的一个方针 五年经济方针 那你怎么都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答案结果出炉了 可能在那一阵 他被骂了 对 在那三中全会的时候 这些老头子 这些所谓的太子党 这些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大家给你摊牌 你不要那天不 好啊 大家这会是 所以现在开始 最近中国也很多动荡 包括这几天有一个新闻 什么有人说什么 我去冲撞死了多少人 然后他在冲撞当下说 共产党不让我活 所以当你经济开始 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 这所谓的人民就没有饭吃 他就会政治会变成 维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好 刚才讲 现在中国不但在经济上面 已经面对了 整个川普上台以后 这种铺天盖地的压力 而现在最可怕的是 他在军事力量上面 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不是长驱直入 飞行了两千多公里 进到了伊朗 进到伊朗以后 党人间进行非常精准的 攻击目标 攻击了飞弹基地的推进器 攻击飞弹基地推进器的 所有的燃料工厂 好 重点来了 你为什么可以长驱直入 你为什么如入无人之地 你根本就已经把伊朗 所有的萨姆300 萨姆400 包括红极酒 全部都打掉了 代表你现在这些 俄罗斯的武器 看在以色列的眼睛里面 根本就是破铜烂铁 比如说这次的 以色列的空袭 这个伊朗来说的话 是获得前所未见的空前成功 为什么这样讲呢 保健大事实上 这次伊朗到底被摧毁了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 二十个军事目标 军事目标里面有什么呢 他们的军营 然后他们的包括说核这个飞弹的设备 还有什么 生产这个未来这个燃料火箭的工厂 全部都没了 那未来几年时间 在三或五年之间 伊朗是没办法制造燃料火箭这些东西 都没办法制造 你能够用了所有的这个系统 它全部给你摧毁一遍 所以现在整个伊朗 或者我们可以说 整个伊朗上空 是没有任何的防空设备的 现在是 整个是脱光光 在给人家看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 伊朗是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伊朗为什么说 我们就不要打了 就这样了 伊朗到底是做什么 伊朗简单 F-35先来了 那这个F-35是 伊朗自己的F-35 我们到伊朗跟洛克希德 马丁买了之后 他不是就把它改成F-35I吗 I是伊朗特别的信号 你看这一款飞机你知道 伊朗文它叫什么吗 它叫做全能者 全能者 对 也就是说 它全能者进去之后 那为什么它不一样吗 它有经过伊朗的改装 所以它用了所有的通讯系统 都是伊朗的系统 跟美军的不一样 美军都认为说 以色列的通讯系统 不见得比我们差哦 另外第二个 它把它的邮箱升级 所以这次 你看 从以色列奔袭到伊朗 事实上就要2000公里 按照正常的F-35是飞不到了哦 但是他们似乎是把 那个邮箱增大之后 他们当然这次去 还有这个加油机一起去 空中加油 他们就去了轰炸之后 再回来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F-35先踹门 踹门进去之后 把你所有的防空系统 都炸完一遍之后 然后用F-16 F-15进去 轰炸一遍 轰炸一遍 一百个机翅 完全就回来 然后没有人知道 然后以色列还弄一个 你知道以色列还弄了 一张照片什么吗 他说这一次 参与这个轰炸里面 有两个女性 他们还可以用 两个女生 开着这个飞机 然后他们以色列 还军发来 萨尔街市的公布 这两个女性 然后他把他连打马赛克 那意思是什么 羞辱你嘛 我们女性军官 就可以飞进去 把你炸了一塌糊涂 那照理说 伊朗有这么弱吗 我就跟你讲 伊朗其实不弱 你知道吗 伊朗它的领土 大概是以色列人 人口大概以色列的 九倍到十倍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 而且它这几年有切大 它做了什么 你看我们说 伊朗的无人机 无人机的这个产业 是世界数一数二 对 这一次在俄罗战争里面 对 很多俄罗斯的无人机 对 是伊朗提供的 对 没错 那它发展了很多导弹嘛 什么伊斯坎德尔导弹 一大堆的导弹 它其实有做非常多 还有胡塞组织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 加萨走廊 这边的这个哈马斯 它提供那么多 而且它这几年 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它也知道 以色列有一天一定要干我 那怎么办 我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那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是跟俄罗斯买 俄罗斯买萨姆300 萨姆400 然后跟中国买 红旗系列 全世界能够搜罗的 全部都搜罗来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 伊朗还跑到这个俄罗斯去 跟他们要了这个 萨姆300的这个机台 来到这个俄罗斯吗 来到这个伊朗吗 就还是没有用 这一次还是完全被F35 打得稀里哗啦 所以告诉你什么 每支武器在这一次 你看如果假设我是习近平 我看到这一次的 这个萨姆300 萨姆400 红旗系列 根本完全挡不住 那川普他会干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不是 而且更可怕的 跟他讲 你这2000公里 他慢慢讲 你其实做了一个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上面 你都配置了所谓的 空中加油机 代表我这个走廊 我空中 我就可以把你进空 这个空中进空的这个走廊 是外人不能碰触的 对 所以你要知道 事实上以美军 或是以色列 这个军备之强大 你看在中东可以说 是横扫天下 那我就讲嘛 为什么纳坦亚武 这次要赶快急得 你看他最近呢 又开始在轰加萨走廊 然后又开始在杀 这个所谓 这个真主党领袖 他们真主党选出了新的 你叫做卡西姆 卡西姆还发表 当选的这个感言 那他长边来放了 前一阵子 他被炸死的 这个纳斯鲁纳的照片 就像他讲了没多久 你知道以色列多嚣张 他说没有问题 这个任命是暂时的 倒数即死已经开始 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 你知道以色列现在 跟着在中东里 里面就横扫天下 那为什么他这么敢 因为他敢呢 他知道说川普 可能快要上台 川普无条件支持我们 所以他当然敢 在这个时候大开杀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